今天影片有一个小小的特别来宾 今天很轻松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Netflix的15部美剧 嗨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有一个小小的 哎你也要讲话 Zack你也要讲话 今天影片有一个小小的特别来宾 因为我最近呢其实都在家里嘛 所以呢我想说今天很轻松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Netflix的15部美剧 然后是我看过觉得还蛮好看的 算是Netflix的清单 我先讲一下好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爱看韩剧日剧那些 我全部都不喜欢看 就我通常追剧我只看美剧 偶尔看了一两部那种宫廷剧 但是其他大部分我都是看美剧居多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看那种谋杀啦 或者是那种恐怖惊悚的那种我不喜欢看爱情相关的剧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全部都不会是那种浪漫爱情的那种片 一一的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但是不要爆雷的状态去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部我要大力推荐的是The Sinner 然后它这个是2018年出来的电视剧 然后目前有两季 喜欢它的原因是它每一季是一个故事 就看完那一季故事会有一个了结 不会说要看了好几季之后才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所以它总共目前有两季 Sinner就是有罪恶的人 然后这两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第一季是在演说一个妈妈在沙滩上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突然之间把一个人杀掉 他整季就是在演说 从一开始他们觉得他是不是可能突然之间的情绪失控 然后到后来慢慢的抽丝剥茧去找出他最后真正的原因 然后就这整个过程 但是就是非常好看 第二季呢 他是在演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好像十二三岁 他也是突然杀掉了他的父母 他就是在演说他背后找出他真正的原因 然后到后面他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束 所以觉得非常好看 就是你每一集看完都会很想要看下一集 可是他又不是那一种会故意把你断在特别紧凑的地方 他不是用那种手法 但是他是会让你很想要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Mindhunter 然后Mindhunter他基本上都是在讲杀人罪犯 他就是说有一群人他专门要去study 就是这些连续杀人犯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整部剧就是说他们这一个 team 会去interview很多不同的这些连续杀人犯 他们想要去理解说犯下这些罪的人 他们内心到底是在想什么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就是他总共有两季 我两季都看完了 就是现在在等下一季 然后第三个呢是The Stranger 他是2020年就是今年新的剧 他的故事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女生 然后他都会知道很多人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然后呢因为这些人的这些秘密 你会发现说里面很多角色都不断的被串联起来 然后串联起来之后你最后你才会发现有一个谋杀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我觉得这部剧他算是比较偏娱乐性质 他没有这么深的寓意 就是是一部好看的剧 可是你看完你就会觉得 哦OK就这样子 他的好处是会让你想要不断的赶快看下一集 因为他就是每一集都会把你断在那种很吊你胃口的地方 可是我有一个地方我没有这么喜欢 就是最后一集他会所有一切都给你一个答案 到最后看完就说啊就就这样吗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结局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 但是他不会很烂 只是我会觉得说 我会期待他应该要再更丰富一点的Ending 再下一部是Toyboy 然后Toyboy这个就是纯娱乐性 他是一个西班牙的影集 我会看他单纯就是为了看肌肉男 就是又是在讲谋杀相关的故事 就是他的故事点都是跟谋杀有关 然后他就是在演说有一个 Male stripper就是脱衣舞男 对就很像Magic Mike 而且那男的很帅我看完那个剧之后我就去follow他Instagram 他就是一个很帅的男生在一场party结束之后他杀了一个人 然后他去坐牢做了七年他终于出来他就说他其实根本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开始在演他背后的故事 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到极度好看但是就是你可以放着然后就是边看然后重点是有很多肌肉的养眼镜头 所以呢我就觉得也还不错 他睡着了 我把他放下来看希望他不会醒来 再下一个是The Might of Aaron Horrendus 然后他这个其实是在演他是真实的故事 他是一个documentary他就是在演说一个美国很出色的quarterback就是他们是打橄榄球他为什么会在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就犯下了好几起的谋杀案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因为当时他就是很shock 大家就会觉得说他其实是人生胜利组因为他进到NFL他打得很好然后赚很多钱但是他为什么要去杀人然后是什么样子的精神状态下让他去做做出这件事情然后他这也是一个很短的短影集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就会觉得家庭的这些背景真的还蛮重要的对但我就不要爆雷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然后再下一个就是Money Heist 他也是一个Spanish 的剧然后就是说有一群人创下了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窃盗案我觉得第一季是最好看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人有一个头头叫做Professor 然后他就是会告诉你说他们怎么样犯下这一个外人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任务的银行抢劫案这样子他也是属于蛮 entertaining 的一个剧然后再下一个剧是modern family 然后modern family 他就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消磨时间的印记因为他每一集就是只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然后他就是一些无聊又有趣的笑点对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讲说以一个家庭为出发点然后他就会延伸到比如说他的爸爸那边然后跟他的兄弟姐妹然后等于就是说这一个家庭为出发点所发生的一些趣事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很美脑然后可以很 relax 的去看然后下一步呢是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剧没有很好看就是应该是说前一两季还可以啦然后到后面我就会觉得说有一点扯对他基本上他的故事就是说他们都是全部都是法律系的学生他们的Professor 在教那种犯罪心理学就是在什么样子状况下去去辩护不同的状态 然后呢但是最后就是又牵扯到就是反正就是有人被谋杀然后这群学生要怎么样跳脱这个谋杀案然后反正背后又会牵扯到很多故事这个影集其实有蛮多不太合理的地方怎么可能就是这么轻易的杀人然后都不会被发现这样但是就是还ok啦 他也是会让你想要往下看的因为他就是他都会断在那种很吊你胃口的地方你看完不会有太多收获如果有很多时间的人可以看一下这样 下一步是What if然后我觉得What if很好看他目前只有一季就是在演说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他很有钱又很有权有一对年轻夫妻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但是总之就是这个很有钱的女人就要求要跟这一个年轻夫妻的这个老公共度一个晚上反正背后后来就牵扯出更多的一些阴谋这样子我觉得他很好看的是他的女主角演的非常好看的 女主角就是演那个Brigid Jones Diary的那个我现在一直忘记他的名字反正到时候我会请小帮手把他照片踢在这里大家都一定知道他的谁对然后就是因为他演的非常好然后这部剧目前只有一季对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对可以推荐给大家下一部是HOMELAND看到最后就是有一点觉得他有点脱戏了他基本上就是在讲恐怖攻击的故事呃那个男主角他原本是一个军人 然后结果他后来因为被恐怖分子就是抓走因为一些种种原因被洗脑了然后他回到美国之后他其实还是CIA里面的高官可是呢他其实内心里已经被恐怖分子 同化所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故事那他总共有七季每一季我都有看可是看到最后会觉得说哎好像到底什么时候要给我一个结局这样但是基本上是好看的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像这种很多人性黑暗面的影集我觉得可以看下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是How I Met Your Mother 然后他是一个也是喜剧类的就是在讲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所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部片很好看的原因是因为这五个好朋友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他们之间的那些友谊啊什么的会有很多很多笑点 尤其里面的男主角Barney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笑就是他每一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这样子整个影集的主轴就是男主角在跟他两个小孩说我是怎么样认识你的妈妈但是他整个影集是以他们友情就是他们这一群朋友所发生的事情的友情去串起来 然后每一集都大概是也是二十几分钟而已我就是看了很多次然后我都觉得非常好看然后我最近在看的就是昨天还在看是Ozark 然后Ozark也是非常好看新的一季刚出来那他这一个影集是在演说一个男的他本身是一个会计师然后他因为他的partner的关系导致他牵扯上了墨西哥的那个cartel 贩毒的集团然后呢他的工作就变成要帮这个集团去洗钱最后慢慢延伸出来他们就是身在那个环境他不得已的状况下去做了很多决定怎么样影响到他的家庭然后他故事的发展我觉得他的角色的铺陈很好故事的延伸也很好就是会让你就是一直想要看下去的一个影集这样子 再下一个是SuitsSuits我觉得也很好看Suits他就是这个中文他是翻金庄律师然后他总共有八记 那他基本上他主要的故事就是在讲律师事务所里面发生的事情算是蛮轻松的他不是那种很严肃的影集 一开始就是说有一个男的他就是非常聪明然后他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以他其实没有通过律师的那个BAR的考试可是他还是进到那个律师事务所那他跟男主角另外一个男主角做Harvey Spector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火花然后慢慢延伸出来很多故事就是他就是会演说一些就是权力上的竞争呢 然后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帮什么样子的人打官司也是一个蛮 entertaining的剧 再下一个Dynasty然后Dynasty就是一个蛮美脑的剧也是消磨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Dynasty他基本上就是演一个很有钱的家庭 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很多秘密我觉得他有点像Gossip Girl就是Gossip Girl也是演一群都是很有钱的人 然后但是他们是学生然后他们每一个就是家里都有不同的秘密或是每个之间都有不同的秘密然后所交错出来一些故事 那Dynasty就是在演这一个有钱的家族里面每一个成员就背后的故事这样就是他就是我觉得Dynasty是一部没什么营养的剧 但是就是也可以看一看我还蛮喜欢他里面女儿的那个角色就我觉得他演的很好我也是看完他就是追踪他的Instagram 就是他不是那种顶漂亮的女生但是就是还蛮有魅力最后一步要分享的是Billions他的背景就是在讲 这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是靠做Hedge Fund然后赚很多很多钱当然也是就是背后的一些权利的竞争会有一些牵扯到一些什么内线交易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一些状况 所以呢就是会有调查局的人要抓他然后背后所延伸出来的故事就我觉得很好看的原因是 我很喜欢那个男主角我觉得他演的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他的那个Build Up他的个性的Build Up我觉得做的还蛮完整 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看了觉得Netflix算是小小清单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就不想要爆雷所以其实我没有讲到太深入但是 呃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喜欢看什么谋杀啦或者是那种悬疑类的影集就有推荐的这几部应该你们都会喜欢OK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给我一个赞二四跟礼拜天晚上都会分享新的影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下次见喽拜拜ZACK跟大家说拜拜 出品啦 出品吧 出品吃得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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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